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别再掉入陷阱 恐怖情人并非深情或专一 他们只爱他自己 最近呢有很多艺人的离婚新闻呢 占据了各大版面 然后你知道很多这种失控啊 冲突的场面让民众大为震惊 就是以前讲说 这台前觉得就是很斯文 或是看起来很相爱的两个人 怎么会走到现在这个状况呢 必须说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觉得 他这样的行为 或是整个这样的失控场面 会让人家觉得很害怕 甚至有点恐怖情人的这个征兆 但却有另一派的人呢 却会在留言下面说 哇他一定非常的爱这个女生 他一定还深爱着她 就是他们的观点是觉得说 就是一定是爱得很深 真的有爱才会如此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今天我并没有要聊那个新闻事情 我上来聊恐怖情人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对于恐怖情人可能定义上面 会觉得说可能就是要家暴 或是有恐吓 或者实际有动粗 就是会把他归类是真的恐怖情人 但实则是恐怖情人有时候是 所谓的冷暴力 也会让另一半身心俱疲 然后心理交瘁 所以恐怖情人真的不是深情或专一 不要再误会了 那第一点就是即便不爱 他们也不会让你得到幸福 所谓的恐怖情人就是他们真的是比较爱自己 即便他跟你在一起 然后最后面分手了 他就是已经不爱你了 他也不愿意放开 不愿意跟你分手 就会折磨你 即便你们两个将好分手了 他单方面还是会觉得说 我们要跟你分手啊 就是死残烂打 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恐吓啊 威胁啊 像之前可能新闻上面会有那种 要记裸照啊 要散布你的谣言啊 八卦啊 发黑涵到你们公司啊 就这类的作为 其实你说他真的有多爱你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吗 其实也不是 他单纯就是看不惯你 就是后续过得很开心 算是你还交新的男女朋友 他就看你不顺眼 所以他不是说对你有多爱 或是真的有多深情 或多专一在你这个人身上 他单纯就是秉持着顺我者身 逆我者亡的这个准则 在做事情 所以不要再讲说恐怖情人 他是因为真的很爱他 所以才会做出这么激烈的行为 真的不是 就是他是即便不爱了 他就是也不想要让你得到幸福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失控作为 第二点关于说 恐怖情人并非深情或专一 他们只爱他自己 就是恶 强烈的控制欲 为你好 其实是为自己好 他们有很多的作为 就是可能会打着说 我是为了你好 才这样跟你说 我是为了你好 我是担心你就是出去外面 可能会 你知道被色狼啊 什么这些 是要管控你的衣着 管控你的发型 甚至连你的行踪 其实我说的恐怖情人 不是说只有男生哦 在这个情况里面 是平等的 很多女生也是所谓的恐怖情人哦 他可能就是会全部 24小时要闹 紧迫 盯人 这种就是 即便他没有实际上面的 语言暴力 或是所谓的肢体暴力 但他这种 那种情绪的控管 操弄 其实对另一半来说 也是一种恐怖情人的增长 这种强烈的控制欲 就是你一定要听他的话 否则 他就是一哭二闹 三上吊 或是 今天如果他是男生 他面对的是他另一半的状况 他可能就是会在 大庭广众破口大骂 说你怎么这样做事情 就把你贬低 有点PUA 在操控你 就是他就是在关系里面 一定要是高位 然后各种各样的 让你觉得说 你不如他 你的家世背景 你的学经历 你的社经地位 全部都跟他比不上 那他就用这种方式 让你在关系里面 就得全部听他的话 你要听他的意志去行事 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一种恐怖情人 接下来第三点关说 恐怖情人并非是深情或专一 他们只爱他自己 就是三 不是真心的爱 是不甘愿而不放手 就是很多的恐怖情人 他其实走到关系尽头的时候呢 他不是说非你不可 或是这种关系 他有多么的重视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做出很激烈的手段 来挽留你 或是来就是让你觉得重新的爱上他 就做出很激进啊 到处站岗 然后在你家楼下 在你公司下面啊 送礼物啊 他明明就已经说好分手 但还是会紧迫盯人 这种就是不甘愿而不放手的作为 其实他不是因为爱 也不是因为他真的内心有多喜欢你 所以他才会做到这样的程度 而是他就是不愿意被提分手 或是他就不愿意被所谓的抛下 或是他不想要承受这样的状况 他是那个被分手方 单纯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你看到很多新闻事件啊 或是在D卡上面良性版会出现的故事 那种所谓的恐怖情人 你会觉得说 他其实是不是真的很爱这个人啊 不然怎么会做到这样子的程度 但这个爱是不是是大家去 然后后设思考说 他可能就是真的要很爱 才会做到这么极端 但其实是事实上可能就是他个性偏激 他个性就是有点反社会人格 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人 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作为 而不是说他有多爱这个人 大家可能就误会这件事情了 就像是我们刚刚开头讲的那个新闻事件 后续这个男朋友也 就是要跟别人订婚啊 所以你再去讲说他很爱这个前任 这也不合理啊 如果他真的这么爱这个前任 合理来说 不是应该在事前 就是会好好的守护这个家庭 但就新闻传出来是 他事前就其实在外面就有很多阴阴厌厌厌 那事后即便是离婚了 之后他的作为也是 看似是有其他的对象 也不是说真的就是死守到老 都是在等对方 也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很多看这个新闻事件的人 都会有点滤镜 觉得说天哪 他应该真的很爱这个前任 这个前妻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那是有点过头了 或是有点过度解读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三点来聊聊关于说 不要再掉入这个陷阱了 因为很多人 就是因为怀抱这种滤镜 这个滤镜可能是错误的滤镜 就是说他一定是很爱我 他才会做出这么激烈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一定是真的 非我不可 所以他才会每次都这么激烈的 要那种什么 动促啊 丢东西啊 或是有暴力行为啊 就是什么跪地上啊 痛哭流涕啊 磕头啊 这种很激烈 很激进的行为 你会觉得说 他一定是真的对我们这段关系 或对我这个人 非常的喜欢 但其实并不是 他是想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那个目的 可能不是因为爱你而去做的 而是他就是不想要被分手 或是不想要在关系里面 被你这样子 就是指责 或是不想让你离开他 而这个不离开他 也不一定是他 就是还很喜欢你 所以他不希望你走 而是单纯就是把你留在身边 希望你继续对他好 所以就是不要再掉入 同样的现金里了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我要介绍一间 位于霞鸥亭的美食 在首我最近 非常的行 叫做London Bagel Museum 这间店呢 它是位于霞鸥亭 是个老宅改建而成的独栋建筑 它目前在韩国有 安国站跟霞鸥亭 各有一间分店 那在霞鸥亭这间店呢 我之前其实经过两次 都没有吃到 有一次还是拿大爆雪 零下十几度 我想说这么冷 我一个人前往 我去抽号码牌 应该没有人会跟我争吧 结果去抽完号码牌 想说我站在外面 就是有一些暖炉 想说我就撑一下 三十分钟过去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 就是吃不到 后来我就索性放弃 想说我真的是 小看着他排队的 那个实力 后来这一次去的时候呢 可能是我接近 他打烊时间 他当时晚上六点打烊 所以我大概五点去 所以可能大家也想着说 可能他打烊了 不能够内用做很久 或是因为接近 就是打烊时间 所以也没什么被果 所以大家可能就 也不会想到 这个时间要去买 但我就是选择 这时间去 就发现有空位 不用排队 就很顺利的进去吃了 他的被果真的就是 甜咸口味都有 然后面体非常的扎实 是那种很扎实 然后非常有嚼劲 不是那种 嚼到你嘴巴很酸 有些那种连锁咖啡厅的 面包就很干 然后嚼到你觉得 我在吃黏土吗 但他就是非常松软 至于是 你可以吃到那个面体香 然后调味的非常的好 甚至有些人一个人去 他点三个被果 但如果你真的懒得排队 你也可以外带 我觉得非常惊艳的口感 这件叫做 London Bagel Museum 有趣首饵的小鸥 不妨可以去长长线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或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追踪